排一大口飯 喝水 咬一大口肉 再喝水 眾人秉氣凝神就看著主人公一碗接著一碗 改編自漫畫的真人影集 《美食大衛王》原著是作者土香茂的系列著作 故事主旨在說主人公太原萬太郎 因緣際會下加入了大衛王比賽 而且還變成全職大衛王的故事 聽到這邊都很單純 但是 近期有網友在X平台上 看到有一組中國未經援助授權的翻譯團體 居然發出了這一帖公告 我們放大看紅色框框裡面的字 上面寫到在第十九卷的第三話 因為世界大賽的賽場在台灣 而且作者當然就是日本人的通病 把台灣省當成一個國家 所以所以來看另外一帖重要告知 因此是否要做世界大賽 已經是不得不在這裡決定的事情了 看到版就算了 居然還對援助的政治傾向品頭論足 到處都是入華紅線 事實上去年日本任天堂 備受期待的大作 薩爾達傳說 亡國之類 5月12號正式上市的時間 但正當大家聚焦在這款遊戲多好玩 開放世界有多自由 多厲害 政治敏感分子就是能發現 發行的時間是汶川大地震15周年 因此也有人認為這是入華 如果有藝術家膽敢 違抗他們的指令 他們就會把它視作為一種 非常非常嚴肅的威脅來看待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是集權社會的一個通病 其實都是暴露他們心裡的這個狀態 他們不能夠鬆懈任何一點東西 不只是日本過去中港藝術家 在海外藝術創作 也會因為政治立場而被視為威脅 只是這一回連大魏王漫畫 都能挑動敏感神經 可以見得中國民眾的自我審查 有多嚴苛 三立新聞等我報導